大家好 我是小雪 天气现在越来越暖和了 我们这边的疯子也马上就要出教了 看我小姨父现在就在那干活呢 咱过来瞅一瞅 干啥呢 爷爷干啥呢 说话呢 好好学一学 以后上学没出医就跟爷爷养分 知道了吗 别教你 学一学 最起码是手艺是不是 饿不死 我又喜欢吃蜂蜜 你喜欢吃蜂蜜啊 两份都在吃蜂蜜 别上学了 这就是在清理封批啊 留着锅底间封得出教的时候用 是不是啊 每个都要这样清理一遍 清理完之后 放到这个蜂的箱子里 像卡下的这个白色的东西呢 咱们就管它叫蜂蜡 都没有用了是吧 怎么用呢 这玩意 用的太多了 我最收过的 我就以为没用了呢 估计说一斤二十多 像这个小姨父说 有收的 这个东西要是架好的时候 还赶上一斤二十多呢 有点粘 里边有糖和蜂蜜 像这个啊就是冬天的时候 蜂子待的家 我们也管的叫蜂叫 像这样的事呢 就是说啊没有窗户 四面都是搁大泥给它呼死的 一点风也不透 完这个就是个门 开开门 看看里边啥样 没有放 这里边还有温度表呢 这都放在这里边了 那个洞是啥呀 气眼通风 是气眼通风的 你看那嘎上霜 但这里边不冷哈 不那么特别的冷 该冷死了是吧 这里就放了 真好 妈妈小蜂蜜呢 小蜂蜜都在这里呢 看多好 哇好可爱哦 你抓一下吧 熊熊 东北黑风 这就是我们东北的黑风 只有我们饶河县这边才有 你看它这个风的品种 它都不一样的 东北黑风呢 只有在我们黑龙江省饶河县才有 它是在散锁优越的环境里 自然生长的 我们管的叫东北黑风 蜜蜂出窖的时候 时间呢 每年在四月份左右 因为这个时候窖里的温度 它会逐渐的升高 蜜蜂的风群声音也会越来越大 天气等到逐渐暖和的时候 找一个没有风的天 阳光明媚的时候 蜜蜂就可以出窖了 等到摇蜜的时候呢 就等到我们这边山上的端树花啊 或者是家里的 种的菜菜花都开的时候呢 蜂子就会出去采蜜 到时候就可以摇蜜了 所以就是这个蜂子是我小姨家 自己家养的蜂 它家养了得二十多年了吧 我们每年啊 我都会吃它家的蜂蜜 因为自己家养的蜂蜜 吃的特别的好 度数也特别的够 这期视频呢就到这 希望大家给我留个关注 等到摇蜜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继续拍视频 看看蜂蜜是怎么摇出来的 拜拜